欢迎收听民国大案纪实 我是吕鹏 1960年6月19号 香港警方查获了一批纯度极高的毒品马飞 香港政府十分重视这起案件 迅速展开调查 这一查可就查出麻烦了 与案件有关的这个人 让香港警方有点不敢动手了 因为一旦惹怒了他 整个香港也许会因此而陷入混乱 这就有些奇怪了呀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让香港政府如此忌惮 这人有多大的本事啊 竟然敢明目张胆的炼制马飞呢 让香港警方忌惮的这个人呢 叫理财法 没人知道他从哪来 也不知道他年纪多大 唯一能知道的就是理财法家境不好 从小就在上海混 一开始呢 只能和一帮乞丐讨饭吃 等长大一点以后 理财法觉得当个乞丐实在是没出路 索性离开了从小陪伴他的伙伴们 直接选择加入青帮 理财法呀 深安人情世故 所以很快就在青帮里有了一席之地 只不过这一席之地你在别人眼里什么都不是 可要是比起以前讨饭吃的生活 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现在的理财法不仅有了房子 而且还讨了一个老婆 这些东西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理财法其实在青帮干的就是最低级的活 要么就是给有头有脸的黑老大当保镖 要么呢就是在别的帮派里边当间谍获取情报 理财法也感觉前途渺茫 但是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上海这地方那是真正的藏龙卧虎啊 什么杜月生黄金融之流已经赌把上海黑道根本没有他理财法发展的机会 所以呢 他也一直在盘算着未来的出路 理财法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发现制作和买卖毒品在上海很有出路 但是这些东西几乎都让杜月生一人包揽了 因此他想要再分一杯羹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思来想去 理财法决定打入制作毒品的内部 先学到本事 然后再寻求独立发展 带着这样的想法 理财法应聘成功了 进入了法租界的一个隐秘的制毒工厂 一开始的时候啊 他们只是单纯的制作鸦片 但是后来随着尹君子对毒品的需求越来越高 这些毒贩们开始提纯鸦片 制作成纯度很高的马飞 这种名为马飞的毒品 深受尹君子的欢迎 因此很快 理财法也被指派去学习这种提纯技术 理财法高兴啊 这种技术对他来说 那是如虎添翼 要是真让他掌握了技术 日后他一定会有办法让自己裁员广进 成为下一个杜月生 在制毒厂待了一段时间之后 理财法已经十分熟练的掌握了鸦片提纯为马飞的技术 甚至在那么多的技师里 理财法都是数一数二的佼佼者 法租界的老板呢 对理财法十分的满意 想要让他担任这家制毒厂的总技师 可理财法有自己的打算 蜿言谢绝了老板的盛情 然后想方设法的离开了法租界 他要做的事情 当然是自己发家呀 不是在别人手底下委屈求全一辈子 因此理财法暗中购买了一批毒品原料 也招募了一批人手 打算在上海和杜月生好好的较量一番 他不认为自己比杜月生差在哪儿 只不过就是杜月生比他早生几年罢了 但是还没等理财法开始制毒 日本人的动作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 当时日本人趁一战爆发 开始进攻中国 甚至还说出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言论 蒋介石被迫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开始抵抗日军 后来也就发生了著名的松户会战 大战在即啊 全国老百姓都为抗战捏一把汗 无数的人为这场战斗添砖加瓦 奉献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这时候理财法也坐不住了 在上海生活这么多年 他亲身体会了外国人的嚣张跋扈 也明白这场战争对于中国人来说多么重要 于是理财法放弃了和杜月生一争高下 他让手下停止制毒 然后带着人在上海为抗战的军队提供服务 理财法期待着中国人大获全胜 可是由于蒋介石的错误领导 松户会战之中 中国军队大败而归 为了保存实力 蒋介石宣布撤出上海 把上海拱手让给日本人 撤退之前蒋介石担心这些黑道的人 会被日本人利用 所以他极力的劝告这些人离开上海 之前咱们在讲杜月生黄金融的时候 也提过这事 让他们要么去香港 要么去后方 这都是可以的 但结果让蒋介石大失所望 上海三大亨里边 只有杜月生一个人带着妻儿老小去了香港的 剩下两个人都选择留在上海 至于其他的人呢 也是逃的逃 盼的盼 理财法不想当汉奸 但是他也不想去大后方 索性一咬牙 跟杜月生一起去了香港 那么到了香港之后 他又会怎么想方设法的壮大自己呢 咱们呢 下期节目继续讲述 欢迎收听民国大安 我是吕鹏 咱们接着说理财法 到了香港的理财法呀 发现这里对他来说 那简直就是天堂啊 杜月生虽然也来了香港 但是没有了往日的势力 现在的杜月生 那也是能力有限 不能完全限制理财法的发展 话虽如此 其实理财法打心眼里边 还是很佩服杜月生这个人的 毕竟一个水果店的学徒 能发展到如今的地位 实在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因此在香港的时候 理财法对杜月生 还是十分尊敬的 半年多的时间 理财法用钱打通了许多的关系 尤其是香港本地的人士 理财法呀 几乎全都打点了一番 如此一来 他在香港就站稳脚跟了 杜月生眼看着理财法 在香港发展迅速 但是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香港跟上海不一样 在这儿他很难施展手脚 所以对于理财法的行为 杜月生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呗 有时候杜月生啊 还会想方设法的拉拢理财法 理财法知道杜月生的意思 对于杜月生的态度 也就更加恭敬 这一来二去的 杜月生和理财法呢 也就走得越来越近 等到大陆的战事 稍微平静一些的时候 杜月生应蒋介石的邀请 去了大陆继续抗战 理财法呢 不愿意放弃他在香港的地位 索性就留在了香港 等到杜月生离开的时候 理财法开始大肆笼络在香港的各界人士 迅速在香港有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当时啊 人们送了理财法一个外号 叫做香港杜月生 这个名号的地位是很高的呀 那时候黑道都是以杜月生为榜样 因为他是出了名的文化流氓 顾名思义那就是先礼后兵 把对方整得是服服帖帖 而且呢 十分的礼贤下士 所以很多黑道人士啊 都以某地杜月生来扩大自己的名声 黑道的人呢 也大多以此为荣 所以作为名副其实的香港杜月生 理财法十分的得意 他继续幻想着在上海啊 过这种美不自胜的生活 只可惜日本人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随着时间的流逝 日本人的战线越来越长 本来是一方净土的香港也变得不太平了 日本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攻击香港岛 香港根本没有抵抗之力 直接就被日军占领了 理财法甚至没来得及逃跑 就被抓了起来 日本人不可能把大量的兵力用来维持对香港的统治 日本没那么多人 因此日本人需要一大批汉奸来帮忙做事 而理财法就是日本人物色的汉奸之一 可理财法不愿意当这个出头鸟 他迅速想办法联系重庆的杜月生 杜月生把这事呢就告诉戴利了 戴利当机立断 回电理财法 告诉他呀这是个可以尝试的好机会 可以答应日本人 然后刺探日本人的情报 理财法既然已经得到了戴利的许可 他也不做作 当即就答应了日本人的邀请 成为了一个名义上的汉奸 实际上理财法是国民党在香港的卧底 在这段时间里 理财法做了很多事情 比如把日本人的重要情报和兵力部署 传递给重庆方面 后来还营救了许多被日本人抓住的革命志士 理财法做过功劳最大的一件事 莫过于营救孙中山的原配夫人 卢夫人了 当时卢太夫人被日本特务追杀 重庆方面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立刻电告理财法一定想办法营救 理财法得到命令以后 马不停蹄的找到了卢太夫人 然后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 把卢太夫人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 这件事让重庆方面很高兴啊 他们大力赞赏理财法的行动 并且许诺他说 等抗战胜利一定会好好嘉奖他 理财法听了以后 更加卖力的为重庆方面做事了 后来因为理财法干的事情实在太多 日本人也不由的开始怀疑理财法的真实身份 理财法察觉到这种危险之后 就申请回到大陆 可还没等到回复 日本人就已经打算逮捕他了 理财法一看没办法了 只好直接脚底抹油跑路 趁着夜色从香港一路跑到了上海 这才逃过了日本人的追杀 在路上的时候 因为需要打点各处关系 理财法匆匆忙忙逃出来的时候 贷的钱呢 根本不够用 无奈之下 只好向杜月生求救 杜月生呢 也很仗义 当下就资助了理财法两万块大洋 好不容易到达了重庆 还没见到杜月生呢 理财法就因为汉奸罪被捕入狱 理财法很生气啊 他在牢里啊 是天天咒骂戴笠和蒋介石不是东西 就会干这种卸磨杀驴的事 好在是杜月生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设法营救 理财法才侥幸逃得一命 要不然以他的汉奸罪当场枪毙 这都不过分 理财法失望极了 他打算回香港去 再也不相信国民党这帮家伙了 欢迎收听民国大案 我是吕鹏 心灰意冷的理财法呀 正准备回香港的时候 戴笠忽然出现了 他带着当时逮捕理财法的军官 专门来跟他道歉 还为理财法准备了一份厚礼 理财法一看也不好说什么了 在杜月生和戴笠的挽留之下 就留在了大陆 直到抗战胜利之前 理财法呀一直都待在大后方 等到抗战胜利 日本人也被赶出了香港 理财法立马就回了香港 只有在那 他才有可能恢复昔日的荣光啊 这时候的理财法已经金飞锡笔了 以前的他只是个黑道的大佬 现在人是抗日英雄啊 在香港也备受黑白两道的支持 于是他就继续干他的老本孩 在香港建立属于自己的帮派 那时候还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分天下 香港这地方基本没人管 基本是属于自治的状态 所以香港政府为了笼络人心 也就十分支持理财法的行为 后来国民党败退台湾 杜月生也来了香港 看到如日中天的理财法 也就选择寄人篱下 理财法很得意啊 放任杜月生在香港的种种活动 但实际上 理财法很看重杜月生的名气 就打算日后能利用到杜月生 以此来壮大他的势力 但是香港这个地方不只有中国人 外国人也想在香港分一杯羹 当时有一个叫做查理的犹太人 犹太人十分会做生意 在香港开了很多舞厅 人们呢都叫他香港舞厅大王 而理财法作为黑道的首领 开办了很多夜总会 用来笼络各地的人心 理财法也有个外号 叫香港夜总会皇帝 他们两个人一时间争不出一个高下 查理鬼点子多 他想搞垮理财法 就搞了一个天宫夜总会 不仅投资一千万 而且还花了很多钱做宣传 当时很多人呢 都被这个犹太人开的夜总会吸引了 纷纷跑去长仙 理财法开办的夜总会 顿时没有客人了 看上去有点凄惨 这时候理财法不想示弱 一个犹太人也想搞垮 他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在香港还没有人能有这样的本事 理财法想到了一个人 他觉得这个人一定能替他扳回一局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隐居在香港的杜月生 当天夜里 杜月生啊 拖着生病的身体啊 就来到了理财法开办的立工夜总会 当时人们听说这件事以后 一六烟的就从犹太人开办的夜总会 来到了理财法的夜总会 杜月生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理财法是抗日英雄 杜月生也是 而且要比理财法名气更大 他们两个人站在一起 具有十分强大的吸引力 犹太人哪比得过杜月生的名气啊 因此他的天工夜总会 很快就宣告破产 他也就再没了和理财法对抗的能力了 理财法呢 得以忘形 开始了他在香港跟土皇帝式的生活 可这种好日子 马上就要到头了 虽然这时候中国还没收回香港 但是中国日渐强大 让香港当局对理财法这种行为十分不满 他们决定好好地打压一下理财法 当时理财法正准备扩大自己的势力 忽然收到了香港警方的警告 香港政府不再支持任何帮派的活动 你只要再有折腾的就依法逮捕 理财法不敢拖大 只好在暗地里边活动 后来他的生活难以为继 就想起了当时在法租界学的本事 理财法招揽了一大批人 在香港呢 选了一个秘密的地方 开始提纯鸦片 干起了制毒贩毒的买卖 香港当局一开始也没察觉 理财法的行为 只是以为他隐居起来了 但是理财法根本没有妥协 反而是在民众之中发展帮派势力 然后更加疯狂地制作毒品 他提纯的马飞纯度很高 因此有源源不断的一大批的订单 他因此赚的是盆满钵满 但是纸中就包不住火呀 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啊 更何况是理财法呢 有一回他手下的人呢 因为疏忽大意 被香港警方抓获 连同一大批的毒品也被查获 这时候他们才知道 原来理财法正在干这种勾当 当场就下令逮捕理财法 理财法一看大事不妙 当时就跑去台湾避难 可是理财法到了台湾也不安分 开始跟当地的黑帮在那斗狠 后来还闹出人命了 台湾当局也容不下理财法 公开击补 悬赏一大笔钱 理财法没办法 只好偷偷回了香港 在徒子徒孙的掩护之下 苟且偷生 然而啊 他低估了香港警方的实力 最终还是被抓了起来 并处以无期徒刑 后来虽然被释放了 但那时候的理财法 已经是年老体衰 没过多久 他就死了